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接着来看高三复习卷多项式这一张 平时考的第14题 来第14题他要告诉你 fx是一个四次的多项式 那 告诉你那个a不等于 可是其实他忘了说这个a应该指的是领导系数 可是也没有影响 那他说拿s-1的三次方去除于1 所以我们习惯性是不是就是看到除法 就是写除法原理 fx等于s-1的三次方 那 这道题目是因为他告诉你说 他是四次 一般而言我们是会假设什么qx再加1 可是你就注意一下 他这里要要做什么 他要求f3 他其实是要把fx求出来 因为不然他干嘛告诉你fx是四次 对不对 所以已经告诉你四次了 你不就知道你的那个商是一次吗 你待会其实是把那个商求出来 我就求出fx 我才能来求这个f3 所以你要每次要看到你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你不要只写一个qx 通常写qx是我只要求于是 我不关心那个商的时候 我们才会说我就直接把 商假设qx 可是这里你要求f3就等于你要求fx 尤其他告诉你四次 他就在提醒你说那你这个商你确定了他是一次 一次是我们就假设as加b 于是是1 所以你待会你像他你要求f3 我只要求出这个fx的a跟b 我把3带入 我们是不是就求出来 那怎么求ab呢 一定还有给你两个条件 s-2 去除于4 s加要去除于28 所以两个位置数 两个方式就可以解出来 所以我们当然就是来 第1个 拿s-2去除就是把2带进去 2带进去这个是不是就是1 所以就变成 2a加 2a加我们的b 加1 他说这个等于4 所以呢 就在告诉你说我的2a加b 是不是就等于3 那再来呢 他又 5告诉我们f-2 就是拿s加2去除于28 所以你把f-2带进去 f-2-1 f-3 所以是f-27 f-2a加b 再加1 是不是等于他告诉我28 所以你把他移向过去呢 是不是就得到f-2a加b 那个e过去27 所以他是-1 那你轻轻松松就可以解出 我们把他相加 所以就解出 b就等于1 那a也等于1 你把他带进去合 那这时候不就可以得到f-x了吗 我f-x就求出来了 所以要知道你的目的性 就说我们f-x根本就是 s-1的三次方 我把ab都带1进来 不就是x加1吗 再加1 那所以题目要叫我求f-3 我们就把3带进去 所以是8 乘以4加1 答案就等于33 所以要注意 他其实不是要关心余氏的问题 这道题目 其实是要把f-x给求出来 把f-x求出来 所以我们要把那个商假设出来 这是这道题目的性